不過就先講 就是因為今天是1月13號了 那其實就是在我們獎助金就是提案節的時間 就是會到1月21號 所以就是大家今天有熱烈討論 然後想要提案了嗎 那我們就是現在就是非常就是非常用力的還在募款中 然後其實就是現在目前現在的提案是這樣 目前有1、2、3、4、5、6、9件在上面 對 那我們就是陸續有聽到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今天會就是 今天會討論一些提案 然後之後可能之後可能還會再上去提案 那就是要提大家就是要盡量趕在那個時間以前趕快先上去提案這樣子 那 那 那所以呃 所以大家 所以我今天再特別就是講一下注意事項好了 就是 好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來做這個獎助金呢 就是呃 其實因為就是大家大家如果今天來看的話就是很多很多專案一直陸續的在做下去 那呃就是之前GINV也做了非常多就是專案 然後現在大家在網站上都可以看到以前的專案 但是呃持續下來的其實不多 那呃所以我們就是後來決定 那呃這個是一些數據就是呃我們其實呃到今天已經是第28次的禮克松了 然後接下來還有第三次國際年會 那我們累積了這麼多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可以就是持續的讓它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才決定就是有獎助金這個機制 那呃在獎助金裡面呢就是我們會幫你解決就是沒錢沒人或是沒時間問題 那我們就是會提供希望呃藉由這個一點點的力量就是讓那個火雷沙音樂又大 那所以我們會提供呃每個計劃獎助30到50萬的獎助金 然後我們也會有就是呃社群的機制去幫你呃run這個專案 那除此之外還有還會有其他顧問資源跟媒體資源等等這樣子 然後呃今年的話呃我們是提案是一直到1月21號 然後我們3月這個專案就會開跑 然後會一直到就是到期末是10月的時候 就是期末的時候就會剛好遇到那個10月的2018的GINV上面 所以就是然後其中的話是7月的summit 所以呃7月的大松 所以就是在這個6個月的開放期間就是會跟著就是社群的活動一起跑這樣子 好那呃我們去年的話呢就是去年的去年獎助金辦的兩期 就是2017年春季跟秋季然後我們其實去年就有151件體案裡面 然後有13件獲獎提案然後今天也有一些就是團隊有過來 所以大家如果有關於提案的事情看能不能找到他們 就是找到他們問一下這樣子對 然後呃去年的提案就是也放在上面給大家參考就是包括從Middle Tool到 呃一元投票指南然後呃四百陽光網然後阿龜 那所以在這邊就是要提大家就除了呃可以上去提案之外 然後呃其實如果你沒有要提案的話你也可以上去提問就是 如果你看了專案然後你對於專案有各種問題想要幫他們就是做得更好的話 都可以上去呃提問那呃提問的時間我們呃提案是到1月21號 可是一直到1月27號你都還可以針對那個專案做提問 那呃專案到1月29號都還可以繼續修改 那我們就是會努力希望在過年前會就是呃就是會整理這些上提的提案 然後我們會在過年前公佈一個就是最後入圍的名單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繼續在最後這一種努力這樣子 對然後這是剛才那個時間那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一樣是六大主題 就是新媒體應用公共服務跟社會參與開放資料開放政府跟社群基礎建設 那呃這次也有一個特別的主題就是世代協力 對那呃世代協力的話就是呃我們跟合作同伴合作就是他們提出 希望大家呃用專案的方式解決那個世代對立的問題 那有沒有辦法用科技的方式就是創造工具去解決這件事情這樣 那時間的話就來右邊就是現在已經跑到就是提案這邊 然後評論跟提案修改 呃實體決選 然後哦我們的實體決選一定確定日期的就是3月2號 那可以告訴我SHOPS會是3月3號 也就是3月大松 對然後其中報告是7月大松 10月是國際雙年會的時候 對所以就大家請大家熱烈 最後一週就是來提案 那有問題的話就是可以確實跟我們聯繫 謝謝 謝謝 感謝貝斯 以上是今天的那個短講 欸我可以問一下後面有人是打下提案的嗎 有欸我看到了 好請趕快加油最後一週 好那就請大家繼續的hacking 然後食物哥還有沒有 還有都看一下 然後還有咖啡